当然在视频拍摄方面的话 S5二代也有一些小问题 比如我经常会做一个操作 就是去切换系统的频率 因为我日常拍摄的时候都是36人 但是如果你在室内拍摄 它的灯光频闪是25赫兹 最好是切到炮制式50赫兹 你的快门速度可以开到1 1⁵或者是1 1⁵ 频闪的问题会小很多 但是你切到这个模式以后 大家可以注意看 我们刚刚选择的是420bit的模式 一旦切到这个模式的时候 它默认就会变成420bit 所以你这时候还要进视频质量里面 去选择420bit的模式 同时因为松下的相机 视频模式非常多 它提供了一个叫我的列表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在我的列表功能里面 保存的是NTSC的格式 你点进去以后你会发现 所有这些模式是不能够使用的 并且如果你保存了自定义模式 因为你可以在使用自定义模式的情况下 去切换这个姿势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自定义模式是420bit 25帧对吧 这时候我再切换回NTSC模式 关机再开 你会发现它的视频模式也是一样变成42010bit了 所以如果你经常在两个姿势之间切换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我之前就遇到这个问题 切换回来的时候 没有检查420bit还是42010bit 拍了很长时间的42010bit的视频 在开启拍摄视频的时候 跟拍摄照片一样 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卡顿 在索尼和加能机身上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我觉得影响相比于拍摄照片来说小很多 因为拍摄视频会长时间进行录制 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S52它的快门速度可以调到1万6分之1 其他的相机只能够调到8000分比一样 这算是一个优势 如果你在光线比较强烈的情况下 使用大光圈的镜头拍摄 你可以多去保留一档高光 拍摄视频的曝光模式 松下S52提供的比较全 你可以跟拍摄照片一样 有程序自动 光圈预先 快门预先 和纯手动的 但是在A档的情况下 S52的快门速度降不下去 偏偏提高ISO的水平 明明是可以把快门速度给降得比较低 因为你拍摄视频 只要保证它的快门速度 比帧率更高就好了 但是偏偏去提高ISO 造成画面的噪点水平更高 所以我就不理解 这个骚操作到底是什么原因 包括在P档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它既不收光圈 也不降低快门 也还是提高ISO 明明是可以收光圈提高画质 或者是降低快门速度 降低ISO水平 就是不这么做 所以在拍摄视频 自动曝光的情况下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很有可能 你在这种半自动档的情况下 ISO会莫名其妙的 被提高 画面的画质 就会降低的比较厉害 然后我们再跟手头上的 几台机器 做了一个全面的对比 A74 佳能的USR系列 包括同样价位的 但是是APS-C画副相机的XHRS 我们来看一下 S52 是不是要比 同价位的APS-C画副相机的 富士XHRS更有优势 说到色彩 其实之前几个视频 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说 S52拍摄出来的照片 或者视频色彩好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先说照片 讲实话 我对于什么直出色彩 一点都不感兴趣 拍照片 谁还不处理ROG式 你都处理ROG式了 调个颜色 不是最基础的技能 你都调颜色了 你还在乎什么直出的色彩 不过你要硬说直出色彩的话 我觉得S52的人像格调 它跟富士的标准颜色 看起来差不太多 大多数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S52的肤色会比较偏品红 很多人其实会很喜欢这种品红的肤色 这也是之前加能的相机 颜色的一个主要的调性 但实际上最近两年 加能的人像肤色 已经没有那么偏品红了 这边的对比 可以看得出来S52代 它的自动白平衡 VLOG模式下 套了官方的709LUT 还原以后 人像的肤色甚至比加能的 还要更红一些 我其实是不喜欢这样的颜色倾向的 比如说之前跟富士的XH2 在对比动物眼识别的时候 很明显看得出来富士 它就能够很好的还原 绿色的湖水 大鹅也是正常的褐色 但是S52为了倾向于品红 大鹅浑身的颜色都变成粉色了 整个画面的色调调整 就会远离青色 绿色的湖水 显然就是偏色的 你看绿头的鸭 还有黑色的天鹅 颜色都是不对的 包括人像的肤色 你叫黄准人 黄准人 皮肤它应该是黄的 对吧 你正常人是没有什么粉色的皮肤 冲气娃娃的皮肤才是粉色的 所以我就是理解不了 到底有什么样癖好的人 才会喜欢这样的肤色 来对比一下静态照片的画质 这组照片 我之前在讲为什么S52 适合爱好者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展示过 最右边是富士XH2S拍摄的照片 左侧多人合成的一个照片 放大以后 通过城楼上的一些细节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都是2400万像素 XH2S是2600万像素 但是一个因为它是APS-C画幅 一个是因为它是X-Trans白脸 所以即便是像素多了200万 但是解析力很明显看得出来 是不如松下了XH2S的 最左侧这个照片 是高像素照片接近一像素 你可以很明显的 从一些高频信息上看得出来 确实在高像素的模式下 尤其是一些高频信息上 比如说像一些树枝 有些纹理细节的部分 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你可以看一下照片下方的参数 我都是使用了F5.6光圈拍摄的 在这个情况下 绝大多数的镜头 它的素质都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全画幅相机和APS-C画幅相机 在极限性能上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更何况S52还有高像素的模式 当然为了对比严谨性 我又做了一些室内的静态的拍摄 给大家看一下 这四张照片 左上角紫色的是索尼的A74 右上角蓝色的是松下的S52 左下角绿色的是富士的XH2S 右下角红色的是佳能的SR3 它们的像素都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是A74是3300万像素 其他的大概都是2400万 2600万像素 我们先不放大 从整个画面白平衡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佳能和索尼的白平衡是比较准的 你会发现桌子的颜色是白色的 但是右上角的松下 你会发现墙面 包括桌子都有点偏紫 有点品红的倾向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色彩方面 松下的相机很明显 它的倾向会往品红这边走 而且我这拍摄的都是Rogue式的照片 导出来的 现在Capture One是没有办法读取Rogue式 我是在Lightroom里面 这边把所有的Rogue式的照片都导出来 然后放到Capture One来对比的 因为现在Lightroom可以读取S52的Rogue式 但是它的对比方式没有Capture One 这么方便 我几台相机都是使用了日光白平衡来拍摄的 但很显然松下这个相机 它就是有点往Magenta 品红这方面偏 这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色彩方面说的 就是松下的这台相机 不管你是用自动白平衡 还是用预设的白平衡 它的整个画面的颜色都是偏色的 使用松下S5拍摄的照片 我回来都是要每张照片调整白平衡的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么去做 出块色彩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张照片 大家可以通过下方的拍摄参数 应该看得出来都是F4光圈拍摄的 索尼和松下用的是 适马的85 1.4 这边写的适马的85 1.4 还有卡口和E卡口 佳能用的是RF85昂米F2 所以收到F4光圈的话 解析力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是使用画面正中央的区域 所以镜头的解析力 对于画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我们放大看得出来 松下S5-2 它的2400万像素的画面 整体的解析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跟加盟USR3 这个2400万像素的解析力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由于A7-4 它是3300万像素 所以在一些高频信息的解析力方面 比如说电池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划痕 明显的表现是要比S5-2更好的 而富士这台相机 可以看到划痕就会淡了很多 然后整个画面的解析力也并没有特别好 所以在纯照片方面的话 我觉得至少S5-2不拉胯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之前在节目里面有些人看到了 就是你们会发现S5-2 它拍摄出来的这些照片 在一些高反差的部分边缘 会有一些不自然的紫色的像素点 但是这些问题 在加能和索尼的照片上是没有的 我再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S5-2很明显会严重很多 这个其实对于画质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具体影响多少就看你在不在乎这个东西了 反正我个人觉得还好吧 因为平时拍的话 很少会遇到这么大光比的高频信息 S5-2是可以开启高像素模式的 所以它拍摄出来的照片的解析力 是要比A7-4要好很多的 尤其是在一些纹理细节方面 从高像素的照片当中 你是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A7-4能把原来电池上的一些划痕 都拍得更加清楚一些 同时由于高像素模式 它是多张照片合成 它就不会出现S5-2 普通模式下拍摄出来的照片 有很多紫色的像素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也拍了一组 跟索尼A7-S31200万像素的对比 你可以看一下 1亿像素跟1200万像素 它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解析力不用说 差距真的是非常大 如果你对于这种高解析力的照片 情有独钟的话 S5-2现在确实是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 能够拍摄高像素照片的相机 高SO的情况下都是SO12008 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噪点水平 我个人觉得A7-4这时候看起来会差一些 其实我们之前在做A7-4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说过 A7-4相比A7-3来说 它的高SO噪点水平反而会更多 S5-2它用的是跟A7-3一样的CMOS 所以它的噪点水平看起来会要更好一些 但是实际上S5-2它的噪点水平看起来更好 真正的原因跟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后面会有讲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拍摄的是一个室内静态的照片 我后来又出去拍了一组照片 并且跟加能的R5C 4500万像素的相机做了个对比 我这个画面是ROG是调整过的 所以它整个画面的动态范围看起来不好 但是实际上那天拍摄的时候是一个逆光 我想看一下它的动态范围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在背光的树上面的细节 我个人觉得还是索尼A7-4要好一点 普通的2400万像素是不如加能的R5C的 但是高像素模式会加能的R5C解析的更高一些 然后再看一下远处房子上的细节 在这组照片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比较大的区别了 远处的房子的屋顶 很明显看得出来S5-2 由于屋顶上的瓦的线条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高频的信息 而且它是反差比较大 因为我拍摄的那两天上下雪 所以你可以看到S5-2拍摄这个屋顶 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绿色和紫色的线条 但是索尼A7-4和加能的R5C都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但是如果使用高像素模式 左上角这张照片 这个问题就会被修正 因为每个像素它是由连续拍摄多张照片的不同位置的像素合成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室内对比的时候得出来的结论一样 就是纯静态画质的话 在一些高频信息或者说高动态范围的情况下 它是不如现在最新的索尼A7-4和加能的机器的 但是如果你使用高像素模式的话 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给修正的 同时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左上角的高像素的照片 它的整体的噪点水平是要比加能和索尼相机单张拍摄照片更好的 这个也是跟我们室内的情况一样 就是你多张合成的时候 它相当于一个对战出来的照片 整体的解析力造点水平都是有所提升的 这组是跟A7-4在50号米的对比 我们同样放到原来屋顶的位置 你就会发现原本什么广角拍摄的照片的问题就显示不出来了 就是因为整个画面放大以后 有一些高频信息 它就没有那么高频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暴露不出来 然后同样的高像素的照片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解析力更好 造点水平也是更低的 尤其是远处这些背光阴影出的这些步伐 如果你有能力上三脚架多帧拍摄的话 建议还是使用这种画质拉满的方式来拍摄 然后我又跟XH2S做了一组比较 放大的照片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因为富士这台相机是APC画幅 再加上它是XTrans排列 所以在逆光部分的动态范围表现也好 噪点水平也好 解析力也好 都是不如全画幅相机的 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一个拍摄照片的机器的话 确实相对于现在的全画幅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拍摄照片我建议还是买过去富士的相机就可以了 XS10都是可以选择的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跟佳能的EOS R7所有对比 放大照片以后EOS R7一个是APC画幅 另外一个是佳能的相机 大家都知道 它的画面解析力都不会特别锐利 很明显看得出来 X5R它的表现是要比EOS R7解析力更好的 整个画面看起来会更加的锐利 即便是我两台相机都是用了套头 左边X5R用的是20-60 而右边X5R7用的是18-150 但是因为都收到F8光圈 所以其实镜头对于画面画质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而且通过这个对比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松下这个20-60的镜头 画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照片的对比 大家看着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对吧 但是实际上S5R还是有一个 之前我测S5一样出现的问题 就是它的ISO是虚标的 我刚刚不是说过 我是在Lightroom里面 把所有的ROGOS的照片挡出成JPEG 然后在Capture One里面对比的 但是实际上这组对比的照片 我所有的S5R的照片都有 做过跟其他的照片不一样的曝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所有的曝光我都是加了0.67 但是佳能的照片和索尼的照片 我的曝光都是没有加的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所有的照片重置一下 我现在来回切换这两张照片 大家注意看右上角的指方图 你会发现很明显加能UZR5的照片 要比松下S5R的照片更亮 大家注意看一下画面当中的拍摄参数 都是1%的快门 都是F8的光圈 都是ISO100 拍摄参数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为什么松下S5R它的曝光要差这么多 然后再跟索尼的照片来对比 大家看一下我左右切换两张照片 看一下右上角的指方图 你会发现索尼的相机 在相同的参数价 1%的快门 F8光圈 ISO100 也是要比松下S5亮的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组照片 这个问题现在碰到了 就是我发现 莱通姆在读取松下S5R的照片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读取照片的时候 莱通姆发生了错误的问题 就导致这个照片的曝光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找一组其他的照片 在这个时候大家看 都是使用1000分之这块 买F8的光圈 富士X12S使用的是SO160 松下S5R使用的是SO100 我这时候在切换两张照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两张照片 它的曝光的指方图是差不太多的 富士的相机 ISO虚标 这个是众所周知的 对吧 那么富士的相机 在ISO高的三分之二挡的情况下 它竟然拍摄出来了照片画面的亮度 是跟松下S5R在SO100的亮度差不多 就说明松下S5R 它这个SO100 曝光水平是跟富士的SO160的曝光水平是一样 松下S5R这张照片的曝光 加三分之一 再加三分之一 这时候我再左右切换 你会发现这个指方图是非常接近了 对吧 那包括跟佳能的相机对比 也是你会发现 加了三分之二挡曝光以后 跟佳能拍摄出来的照片是比较接近的 但其实还是稍微有点差 我要再加三分之一挡的曝光 你会发现它是跟佳能的照片的指方图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要加三分之二挡或者一挡的曝光 所以松下S5R跟它的前一代产品 S5一样是有SO虚标的问题 这个我之前在S1R的节目里面 S1的节目里面 S5的节目里面都说过 到S5R这代产品 这个问题一样是存在 比如说你跟佳能的SO6400的照片的对比 实际上你是不能拿S5R代SO6400的照片的 从这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明显是S5R它的噪点水平看起来更低 但实际上因为它照片是有千包一挡的 这个时候松下S5R 其实它的噪点水平应该是跟SO12800的照片是差不多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再看一下 很明显这两张照片的噪点水平是差不多的 这个时候再跟索尼的SO6400的照片来做对比 你会发现S5R它SO12800的照片的噪点水平 是跟索尼的照片是差不多的 这个就对上了 所以刚刚高SO照片的对比 其实都是不算数的 就是因为松下S5R有这个虚标的问题 如果你在其他的节目里面看到 他们在说S5R拍摄出来的照片画质 要比索尼或者加能的相机好 那么一定是没有跟你说 松下S5R SO虚标这个问题 说到这个ROG是SO虚标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有没有似曾相识 我之前在讲大疆的Action3的时候 就跟GoPro做过对比 你拍摄这拍个照片看不出来区别 但是一旦拍摄ROG是 曝光就跟GoPro差了不止一档了 我当时还纳闷的大疆到底是跟谁学的这一套 做S5R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大疆不是也加入了L卡口的马来松联盟吗 现在是大马来松 那这不就破案了吗 ROG是SO虚标 跟谁学的这不显而易见的吗 防抖方面 之前有的同学想要看跟加能的EOS R7的对比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看 因为当初测试EOS R7的时候 就被它的防抖效果惊艳到了 反正画面放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看 松下S5这边只是使用了机身防抖 但是EOS R7使用的是机身和Smos的协同防抖 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R7的协同防抖表现更好 一些很细碎的晃动都能被很好的处理掉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 S5R可以搭配带OIS光学防抖的松下镜头 开启协同防抖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原厂带OIS防抖的只有24-105F4和70-200F2.8 包括像我这种买很多是马耀卡口镜头的人 搭配S5217使用的大部分镜头 其实都是只能够开启机身防抖的 相反 你们可以去看看RF卡口的镜头 大部分都是带IOS防抖的 跟EOS R7搭配的时候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协同防抖的性能 所以我觉得这样比 反而能够比较反映实际的使用情况 好 我们接着来比较一下视频的画质 先自己跟自己比一下 S5R它是能够拍摄6K的视频 自然6K的视频是要比4K的解析力要更好 当然4K的视频肯定是要比1080P更好 1080P120帧的画质相比于60帧的画质 看起来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150帧和120帧的画质看起来差不多 不过到1080P180帧这个模式下 又没有自动对焦 画面还有一些剪裁 画质自然是又下降了一些 然而是跟索尼A74来对比 S5R6K的视频对比索尼A74超采样4K的视频 我个人看起来是差不太多的 主要是因为A74它的4K视频是7K超采的 所以它的解析力也能保持的很好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S5R6K的视频还是稍微锐利一些 但是S5R4K的视频跟A744K的视频比的话 差距就比较明显了 感觉S5R4K好像不是6K超采的一样 拍摄4K6帧的时候 两台相机都是剪裁到APS-C画幅 所以看起来解析力也是差不太多的 我个人感觉A74可能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说明S5R它的APS-C画幅的4K模式是有超采样的 为了保证严谨性 我其实又在户外做了一个双重的验证 发现确实S5R在相同的情况下 4K综合的解析力是不如索尼A74的 而且由于实际的拍摄当中生活当中 它的高频信息特别多特别复杂 你会发现S5R整个画面当中 由于彩色像素的问题会比较明显的影响最终拍摄出来的画质 1080P60帧明显看得出来 S5R它的超采样的数量是比A74多一些的 解析力要比A74更好 只不过文字的边缘还是有一些奇怪的紫色像素轮廓 1080P120帧的情况下 两台相机解析力就下降到同一水平了 所以我很怀疑 松下S5R二代1080P60帧 它的对焦不行 就是因为它的像素采样数量相比索尼来说要更多一些 就导致没有足够的算力给对焦系统来维持一定的性能 高ISO的情况下 各个模式整体的解析力表现跟DSO是差不太多的 不过噪点水平可以看得出来是随着ISO越高 S5R二代它跟A74的差距就会越大 而且我要提一点就是动态范围 其实画面中比较偏亮的高光部分 看起来差别并不大 但是一旦到了暗部 光线没有照到的地方 尤其是随着ISO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S5R二代它的噪点会越来越崩 而且它不像是索尼A74都是纯色的噪点 S5R二代是各种各样红色绿色的噪点夹在一起 这种对于后期的降噪处理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暗部噪点这个表现 让我想起了索尼的A73跟A74对比的时候 因为A73拍摄ASOG的时候 它只有4208比特 所以我之前一直是以为这是编码的问题造成的 但是现在看来 跟索尼A73用了同一块Smos的松下S52 即便是现在使用的是420比特的编码格式 也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索尼上一代的Smos它就是上一代 你用屁股想 它的各方面的性能都不可能跟索尼最新的Smos在同一水平 然后我们跟加能的USR3来比一下 USR3它是可以拍摄6K60帧的RAW格式 可以看得出来解析力是跟S52代的6K视频差不太多 4K的表现 这两台相机同样都是2400万像素的6K超彩 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S52的解析力是没有USR3好的 说明确实使用上一代的Smos即使是像素相同 一样超采样的情况下解析力的表现 也是不如最新的Smos的 即便这是一块加能的Smos 1080p的解析力我个人看着差不太多 所以这也验证了之前 我用加能的USR6跟索尼A74来对比1080p的画质的时候 确实要好一点点这个现象 不过USR3毕竟是旗舰机 你可以看到1080p即便是拍摄240帧的升格视频 它解析力也不会有丝毫的下降 跟松下S52代1080p 120帧来比的话 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同样在高SO的情况下 跟A74对比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SO越高的情况下 S52代表现的越差 暗部的红绿噪点直接爆炸 反观的USR3的暗部非常非常的纯净 所以我就很好奇S52这样的表现 某些评测是怎么他妈的测出来 它动态范围比加能的相机好的 我之前做USR6二代的视频的时候 跟USR3做过比较 相同规格的视频下 比如说4K3帧 4K6帧 1080p 60帧 画质几乎都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 所以很有可能拥有类似规格的 SIMOS的USR8拍摄出来了视频的质量 在解析力或者是噪点水平上 应该都是碾压S52的 反正到时候拿到USR8以后 可以给大家再测一下 我们刚刚跟全画幅对比了一下 发现S52确实打不过 我们现在欺负一下APS-C画幅总形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APS-C画幅都叫XH2S 富士这台机器也是可以拍摄6K的视频 但是通过这个对比 看得好像甚至还要比S52更好一些 而且XH2S的4K超彩量的解析力 相比6K来说下降的不太多 但是反过来S52它的4K画质 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这个差距就会比较明显了 如果是4K60帧的话 因为S52这个时候 它会检查到跟XH2S相同大小的SIMOS 导致原本乔航服上可能稍微有点缩小的差距 现在又进一步的被拉打 1080p就更不用比了 富士的1080p超彩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高ISO的对比 刚开始我看到结果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一台全画幅相机 在ISO3200的情况下 噪点水平还没一台APS-C画幅的相机好 而且你可以看到随着ISO升高 噪点水平的区别也没有被拉开 在目前视频画质性能最好的APS-C画幅相机 XH2S面前很难看得出来 松下S52有一台全画幅相机的样子 不过毕竟XH2S发售的价格接近1万7 你现在二手去买的话也要1万3 1万4这样 所以相比于预售价格的松下S52还是贵一些的 我们就跟二手只要7000多块钱的加能的USR7来对比一下 6K的视频 S52的解析力确实会有一些优势 但是对比4K的时候 看着好像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毕竟USR7它也是7K超彩的4K的视频 拍摄4K60帧的两台相机都是可以的 只不过有点可惜的是 因为USR7拍摄4K60帧的时候不像4K3人一样 是7K的超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下来 会发现它的解析力是不如松下了S52的 不过USR7还有一个点对点剪裁的4K6帧 你会发现解析力稍微又恢复了一些 1080p我觉得S52代的解析力是不如加能的USR7的 120帧的情况下因为S52代 它的画质会进一步下降 但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测过USR7 在升格的时候它的画质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解析力会进一步的被拉开 当然我这边就不提醒你USR7 即便是在1080p120帧的情况下 也有人脸识别 而且它的对焦也非常的迅速 最后我们来比一下索尼A7S3 4K的解析力看着好像差太多 但是大家都知道A7S3它只有1200万相素 我之前给大家做过很多的对比 它的解析力是不如其他像素更多的 全核服相机超采样出来的画面的 所以S52代6K的超采 只跟一台一千两万万像素的相机超采出来画面差不多 我就不知道那个超采采到哪里去了 1080p跟A7S3真正的超采样的1080p 看着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说明的S52并不是一个全像素超采样的1080p 但是相比于索尼A7S4来说 它的采样还是会多一些的 回过头来你想一下在画质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拍摄1080p对焦性能下降那么多 用这好那么一点点的画质去换对焦性能 实在是有点得不常识 高感方面的话毕竟A7S3它是一个夜视仪 相比于松下S52的我个人觉得有大概一到两档的优势 所以在画质方面的话综合看起来 确实松下S52代它是有强好复相机的水平 它还包括有高像素模式 甚至它能够拍出比价格更贵的相机 更好的静态照片 但是我们之前的节目给大家说过了 拍摄照片的对焦性能是非常差的 视频的拍摄方面对焦性能虽然好了很多 但是视频的画质又是比较拉的 总的来说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如果用S52的话就没有非常完美的画质又好 对焦又好这样的使用体验 所有关于S52的问题以及画质的对比 都已经给他讲完了 我来总结一下 我之前那个视频很多人在评论说 难怪首发没有拿到机器 感觉好像没排面什么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经过我前面 讲了那么多的问题和对比 你觉得松下的人敢首发给我S52做测试吗 我这么直话直说 有问题就讲的人 我不认为我的测试环境 有多么脱离实际的拍摄场景 反而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场景 我真的很难相信第一时间拿到松下S52这台机器的人 这些问题一个都测不出来吗 我当时拿到索尼FX30工程样机的时候 可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 他拍摄照片以及操控逻辑方面的短板的 所以你说这些人在视频里面保留了一些产品的缺点 他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呢 当KOR都在掐烂饭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花了一万多块钱买到手里的机器 使用的体验跟你们视频里面说的不一样 他们心里面会怎么想 KOR你可以拿着厂商免费的器材 悠哉悠哉的吹牛逼 但是很多人可能是攒了很久的钱 才舍得买这么贵的机器 这么欺骗他们不会良心不安吗 所以站在消费者这边为他们说话的人 不应该被攻击被抹黑 反正总的来说 就一万块钱这个价格 我认为S52对于爱好者来说 还是有性价比上面的优势的 具体可以看我之前那期视频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么好的对焦 这么好的视频的画质 平时可能拍摄的东西 要求也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如果你是专业的摄影师 严重依赖于稳定和准确的对焦系统 或者说对于视频画质要求比较高的话 再考虑到现在你可能很难 以11000块钱的价格买到S52 如果是以14000块钱的价格去买的话 S52相对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你可以说索尼的A7-4防抖不好 无所谓我们可以上一个稳定器 或者你说佳能RF卡口的镜头太贵 你多花点钱还是能够解决的 但是S52你花了14000块钱 它在对焦和视频画质方面的短板 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 所以这个就是从下S52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好吧 希望今天这期节目 对于在这几台机器之间纠结的朋友们 能够提供足够的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想要我做什么方面的测试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发弹幕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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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